陈老师跟我们说出了个词 说为什么越活越年轻 他欲望强 您觉得这很重要吗 这很重要 但是欲望可以是多方面的 多维度的 不只是物质的 也不只是工作的 但是您一定听说过 最近这两年 聊的很多的 日本有一本著作 叫做低欲望社会 它就是从消费经济这个现象 就说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人 叫做低欲 我吃完拉面就行了 生活叫最简单 我不要车 看见什么法拉利看都不看一眼 我住最小的房子 然后我满足 甚至于到了哪种程度 我是个科员 我一点也不想当科长 就日本会有那样 提拔你当经理 谢谢 我这样挺好 但是那个主任经理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不想这样 那您说像这种 是不是会导致经济萎缩呢 你就像我自己 可以说 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我对赚钱有兴趣 但是呢 不是那么大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 我赚的钱到底是我自己花 还是给我太太和小孩花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清楚 因为对于这个物质 花费这些方面 欲望还是比较低的 他们会替你相信 他们会替你相信 但是呢 但是我能花的钱 不管是买衣服啊 吃饭啊 车等等 我真的没那么大的兴趣 我想要说的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按照通常的 这个 这个俗的那个标准 去看的话 去判断的话 就陈志武这个人 是低于的人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我的那个追求 当然我现在最感兴趣的 比如说 用量化的方法 去研究历史的问题 然后呢 要让更多的年轻的学者 都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来 这个是我 让我最刺激 最兴奋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 实际上你欲望在别处 是吧 别处挺强的 对 所以日本其实 低于望社会出来 那个讨论那书 还有另外一个词 可能叫华语世界 稍稍有人提到在台湾 没有很大讨论 说不是低于望 是义 怪异的义 差异的义 义欲望社会 所以陈老师那个 对啊 研究你自己心中的 研究的题目 你欲望比谁都大嘛 对不对 你可以为了他不睡觉 不吃饭 钱都交给老婆 对不对 然后那样太危险了 也太伟大 太伟大 那只能说明他老婆的欲望太强了 我想我想就是跟进刚才文涛讲那个事啊 就是因为日本这个情况很特别 我觉得在发达国家之间 当然也有些部分北欧欧陆的国家也会有这个情况 美国现在开始有 但日本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 就他一方面人 我们知道他过去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就有点 东京就有点像现在的北京上海 就是满大街的那个OL 办公室小白领女生 都在背名牌包 对 整个社会追逐名牌 乃至于当年你在亚洲要买这些所谓的欧陆名牌 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日本 那到了今天呢 东京仍然可能是全世界 你消费来讲 你要买东西的话 它是最多选择的地方 可是另一方面呢 它同时社会上出现很多人 而且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时尚潮流 我觉得这个最独特 我们知道所有的那种潮流媒体 时尚杂志 都在每天每一期每个月 给你提供的是各种消费讯息 对 你要买什么衣服好 你家里面要添个什么 你会更幸福 但是日本的现在这些时尚杂志 它会鼓吹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都听说 说过的段舍离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 现在红到美国去了 她那么说在美国的亚马逊 排行榜都在前十名内 专门教人丢东西 对不对 专门教人怎么样清理家 整理术嘛 对不对 把你家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 连过去跟同学拍的老照片 男女朋友写的信 全都丢掉 然后呢剩下最少的东西 那么当你剩下东西这么少 你觉得我的生活好轻松 好简单 那么再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他就告诉你 你现在买东西的欲望 就会减少了 你会活得更幸福 然后又有一些人呢 是怎么样的 我见过一个过去 九十年代的日本的一个潮流教主啊 就是那种达人啊 专教人买衣服 买什么牌子好的人 现在变成什么状态 他写书出来说他的生活 他只剩下七件衬衫 一个礼拜 一天穿一件 然后穿了四五年了 然后跟着整个家 他过去给人拍他的家 因为他潮流教主啊 满家都是东西 然后也是美轮美奂 很有品味 现在他公开他家的照片 家图四壁啊 就真的像无印良品那种了 你知道吧 就是整个家是白的 白墙白桌子 那现在他们追求这个 这个变成潮流 那于是很多人就说 日本这个社会啊 之所以近几年 一直在提倡说 要套内需带动经济 一直带动不起来 一直有问题 你觉得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吗 当然有一定程度上 有一点关系啊 但是总体来说 我倒是觉得日本社会 总体上呢 是太单调了 他整个文化 过于保守 对于个人的那个 个人主义的追求 这个境界还不到位的 因为其实你说美国 从那个收入水平 其他的物质供给方方面面 也完全可以让他们 变成所谓的低于社会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 美国社会 真的有那么多的人 没有干净 然后那个欲望那么低 不是这样子 关键在于就是说 他整个社会鼓励的 是你每一个人 你就是你 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你个人的权利 有你个人的这个追求 不要去什么都跟风 你实际上要太跟风的话 别人会觉得 你这个人没有你的 没有你存在的价值 你知道他你有选择 当你一个社会有选择 当你一个社会有选择 或者说你有信心 你有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断舍离可能说的比较容易 今天丢掉 他已经到了一个富裕社会了 你说的还真实 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 这人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 我觉得我看了他的 我才明白到 日本不是一直这样的 是不是有点繁华落尽 归于平淡 就是因为他讲 他是上个世纪 80年代的时候 留学去日本的 他说那个时候 我看到 就是那个垃圾啊 就所有人家门前 那个垃圾啊 都是八成新的冰箱 那就是八成新的冰箱 就被扔掉了 然后他说 到别人家里做客 那个东西多到啊 他说你坐在榻榻米上 都要担心 怕碰到了他家里的 什么录音机 摄像机 电视机 什么机 全是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他说 但是呢 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年 他是觉得 日本现在这样也挺好 他说你看 我现在再去日本呢 我突然发现 街上变得非常减速了 也没有说什么 到处丢弃的 这种半成新的电视机啊 冰箱啊 甚至垃圾桶都变少了 就像说的 这儿倡导的是无印良品 就说最简单的 没有颜色的 没有花样的 这个 它形成了一种美学 那就整个社会觉得 不要买多余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样 其实他倒觉得挺好 但是您说 陈教授 这要从你们经济学家的角度上来看 这样的社会 这个经济算没活力呢 有活力呢 还是人民生活幸福吗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社会有活力 也是 只要他们自己幸福就可以 其实 尤其是我知道 在中国的经济学家 普遍的追求的是 GDP快速的增长 总要在增长 要10% 8% 至少要7% 其实我是觉得 当然因为中国原来是 那么久 那么多世纪 温饱都没解决 物质总是短缺的 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做更多 要有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钱 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装得满满的 其实到最后 当收入和物质共击 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还是每个人 个人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 按照中国的习惯来看的话 好像你没有增长 像日本这样的社会 不只是低欲望 而是非常的消沉 没有出息了 然后欧洲也是这样子 你看看欧洲的 西欧的GDP增长速度 一个两个百分点 那算什么 其实我想一想 不叫增长 对啊 当中国的标准是不叫增长了 所以很多的国内的经济学家 就总说 你们英国 你们法国人 德国人 怎么那么没有追求 没有欲望 其实我是觉得 他们生活的很好 已经这么好了以后 那非得要工作的那么勤奋 总是每天像火炉 火桶一样 烧得很旺 烧得很旺 才最大马力 到最后的话 可能把自己的寿命都弄得很多 所以我就是看到 比如说像香港 可能也是很多的 特别内地人 觉得香港现在 这么消沉 什么增长也比较难了 然后这个也贵 那个也贵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收入 这个增长前景 但是像香港的人均寿命 现在是世界最高的 对 你说 那一点不好 香港人怎么这么能活呢 我就为香港人 必须在这里 那个发表意见 香港呢 当然是个人感觉 我没做调查 生命那么高 是因为那个维持生命的技术太好了 对不对 你死不了啊 基本上让你死不了啊 基本上公立医院 你大概OK 可以维持你的生命 那还是经济学家 来提振一下香港 您又怎么解释 您比如说 如果说这样一种生活 也不错的话 但是过去咱们讲 百业萧条 是不是个不幸的事 你比如说 我在台湾 就看到旅游业的人就不干了 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就是经济不行了 失业率也高了 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 这经济没活力 包括你看日本社会 他们说这个所谓安倍经济学嘛 提出都好几年了 似乎也没有见到 难道 有好转一点 所以我说 您这不像经济学家 难道说经济学家 不是觉得往上 往上 要牛吗 难道要熊市才好吗 对对 我说的是可以往上 但是呢 靠什么往上 这个内容 要发结构 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中国人 原来因为物质短缺 是一个常态 所以总是要 白业要兴旺 因为你要不兴旺 物质本来就少 那不兴旺 不是更加没有 人怎么活 但是到后来 到了20世纪 像现在每年 中国不要说线上的 新的小说 几十万 可能几百万 几千万 而且类别也非常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不仅仅我们那个GDP 比原来大多了 但是实际上 就文化消费的这个组合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是吧 原来的话是 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的 是 文化节目的消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应该要把 这个欲望的这个定义的范围 要拓展很多 否则的话 因为毕竟我们要 记住一个基本的 这个基于生理 生物的这个现实 我们每天就三顿饭 你吸收的 这个吃东西 不要超过三千卡罗里的热量 超过三千卡罗里 你就会长胖的 那这个你就是这么 瘦下来的地方 三千卡罗里热量的上限 一天三顿饭 比如说李嘉诚 他是曾经是华人首富 现在马化屯是华人首富 你说他有两三千万 二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 你说他一天吃多少顿饭 也是三顿饭 那您说我有钱了 想有个游艇 这是过分吗 这不过分 那比如说刺激人 这方面追求 是好还是不好 这是好 但是时间不了 我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个你要自己要花很多的精力 去找人去帮你把游艇去维护等等 要是我的话 我去租一个游艇 那不是更简单吗 经济学家会算账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有人他飞着 他买了游艇 他就高兴 买了私人的飞机 让他觉得 哇 今天又更满足了 又更有刺激的地方 有兴奋的地方 那也蛮好的 我有个富豪朋友 现在就是把他这个私人飞机气死了 他就说 通过这个私人飞机 我买了 我想飞的时候都飞不了 因为你都要事先申请航线 我不想飞的时候 他老打电话来 哎 你是不是要飞一套 他花那么多钱 他现在甚至觉得 不如把我们几个有私人飞机的 合组一个公司 现在是有了 对 平常就出租了 或者还是怎么样 是 现在有专门的公司 专门干这件事 但是我想说回头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欲望 它其实不只是日本的一个现象 欧洲也越来越明显 在我在丹麦的时候 就看到街上的车 有些人开奔驰 他那个奔驰跟别的地方的奔驰 或者一些名牌车 反正有名牌车 不管什么牌子也好 他前头那个车顶的 那个车头盖帐 不是都有个标吗 那个标有的是立起来的吗 不是特别酷吗 就你觉得一撞 那个都是就把你撞死的那种标 他很多把那个给拆了 我就一开始是以为 他们撞得太猛 老把那个标给撞了 后来我发现 他们是故意把它拔了 就买了一个好车 名牌车回来 把那个标拔了 他觉得太炫耀了 他觉得太炫耀 他觉得太张扬 那变成一个习惯 就你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买这个车干嘛 他说我买这个车 不是为了让人看 我这个车是名牌 所以我觉得是开起来挺好 可是假如那个车 普遍的话 应该不存在这种心理 说起来奔驰 我每次去德国 去欧洲 我心里特不平衡 开出租车都是吗 对啊 我们在香港 传了一笔钱买 在欧洲 这出租车都是 别说德国 我刚来到我们大深圳 我在我们的先允棚门口 看到一辆车跟我太太 奔驰 然后旁边写着一个牌 挂着一个牌 写着买菜用 我说你看深圳都有钱 你出去看看 我不晓得为什么哪个大户人家 几辆车指明叫买菜用而已 那不是买菜用什么 所以他们那种低欲望 或者是要节制欲望 现在而且还得到一种 很深的一种伦理证据的支持 伦理论证的支持 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 消费过度 是一个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的 比如说现在我听到 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批评 第一那先不用讲环境问题 比如说垃圾过多 那么这是一个环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常常被消费过度 或者过度买了太多的东西 是一些被廉价的东西 所以现在你知道很多人 比如说以前大家 现在都会流行买那种 这快散时装嘛 就是快时装嘛 或者说是那种很廉价的 不断的每个月出新款的那种牌子 现在被很多人唾弃 是因为认为它很便宜 但是那个便宜背后的环境代价 跟社会成本太高 那所以他们要抵制这个东西 他们认为买得越少 这个人活得越健康 而且越道德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讲法 包括在美国都很流行 那这些讲法都在鼓吹大家要压抑 就是消费的动力 那这个东西 OK我们刚才说到 的确经济呢发展到一定程度 大家生活满足了 幸福了 是不一定要追求GDP成长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中国有一天 大家也都觉得 啊这样生活就很好了 就不想买东西了 真的觉得买东西没必要 那这个东西 经济学上面会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呢 原来有一个叫罗马俱乐部 就像那一个智库一样 是 他们出了很多书 其中有一本呢 就是增长的极限 是 当时他们就觉得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天就三顿饭 是吧 你就要穿那么多衣服 一个人 不管你多少套房子 是吧 但是每时每刻 你只能用其中的一套 只能睡一张床 所以到最后的话那个增长 我们看不出来 到底会来自于哪里 因为衣服也够了 房子也够了 吃的也够了 那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我们带来增长呢 当到目前为止 这个预言都不对 当时的这个预言是不对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忽视掉了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就人的那个消费 和欲望的追求的内容 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像那个 他们罗马俱乐部 写了一颗书的时候 没有迪士尼世界的 那个虚拟的 那个坐过山车的 还有那么多的 虚拟的人造的 这个世界啊 经历啊等等 这些让我看到 就是确确实实 你只要有不断的 有新的创新的出现 让我们像现在 我们都花那么多时间用微信 上网 然后还有网上的 那么多的游戏机啊等等 这些都是 这个游戏 花的时间那么多 大家愿意花的钱 也很多 你说这些 是不是人必须要的 不是的 没有这些活不下去的 但是呢 这些东西带来了以后 给所有的人 给人类社会是带了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影响 我是觉得正面的影响 是唱主角 就是陈老师 因为那个人的一辈子 尽管活的也是 90年或者是120年 但是我在120年里面 经历过的那个感受 不管是物质上的感受 还是我就喜欢那个游戏啊 这个就是给我带来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体验了 这个还是蛮有价值 你所说的 是不是经济学里面的 101是说 攻击 契机 创造需求嘛 当你有欲望 你以为 我赚十块钱 有十块钱的欲望 当你赚到20块 口袋有20块 对不起 你的欲望 不会停在十块钱 对 这个我最有机会了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 其实还牵涉另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产业创新 会带来你的欲望 你要消费的目标 也在转移 比如说举个例子 刚才我说的潮流教主 他今天也许活的是 家徒四壁 只剩下七件衬衫 但是我注意到 他桌面上有一个苹果电脑 那个电脑 或者他的iPad 或者他手机里面 可能下载了巨量的APP 每一个都要花钱 然后他也许不买衣服了 但他游戏里面的角色 他常常每个星期 花几百块美金 在帮他换衣服 而且 他可能消费 对 而且你讲这个供给侧的 就是最有名的乔布斯 乔布斯受这个日本禅宗的影响 也是家徒四壁 你看他家里就是一个地板 盘腿坐那 但是呢 他搞出这么一个iPhone 这个他创造了多少人的这个需要 多少这个产值 而且别忘了Steve Jobs 那个他坐在那家 家徒四壁是吧 他那个房子是弄了多少衣 让他变成最高科技的房子 就像香港的 李嘉诚儿子李泽凯 海边的别墅 他说什么 我是用最简约的风格来规划 可是那个好像光是规划那个线路 什么你这样 他所有电动电器全部自动弄起来什么 花了12个衣 他用最贵的来做最简单的事情 而且家徒四壁是很贵的 对不对 这个你知道在建筑跟设计里面 你比如说你要做很多人崇拜日本的安藤忠雄 那种清水墙 清水混泥土墙 那个造价非常非常贵 因为那个工太难做 所有建筑跟设计上面 你看的越简单的东西越贵 对 但是陈教授您跟这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有接触 你看现在不是流行讲什么佛系吗 似乎感觉呢 有这么一些小清新 似乎他们现在喜欢一些个无可无不可 什么事都不要太过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您对此有感受吗 应该说现在 大家的追求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像我们那些60后可能更单调的 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向何处走 对 这个以后中国怎么办 所以我这是我们60后 以后的这些人每天在想的 我是想要走出这个境界也蛮难的 就当年那个最著名的 就是中国这个第一代企业家 就是改革开放那第一代企业家 后来有一个人听说坐了牢的 他最著名的段子 就是自己坐着这个投机倒把 对吧 但是呢 办公室背后放着一个中国地图 一个世界地图 然后每到周末 带着几个公司的同事 到一个小黑屋里 点着这个篝火 披着军大衣 世界形势 世界革命 非洲人民咱们怎么办 你看那这第一代企业家身上 他带有这种东西 但是80后 尤其是90后 不晓得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追求的个人的人生 多元化了很多 有的是在我们看来 那么消沉的 另外一些的话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中国向何处走 每天那个一吃饭 一聊天 就谈那个中国的那个大话题 高大上 但是这个里面 我们必须要接受一点 就是越来越多的 90后 甚至00后啊 等等啊 他们追求的价值 真的是多元化了 那么这是一个好现象 反映这个社会 不再像原来 那么水深火热 那么总是处于苦难之中 因为只有在物质 和其他的这些问题啊 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 那个多元化 个性化的那个追求啊 才有那些物质基础